台中第二市场原本应该是人来人往的时间 却没有半个人影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让民众不敢出门 人潮大幅减少 肺炎疫情让商家的生意流滑梯 其中就于旅游业最为惨重 生意调七八成 就连观光摊上业绩跟着掉五成 而台中世贸中心跟着遭殃 原本预定的展览全部喊咖 活动取消损失惨重 我们这次在4月本来 预计在4月要开展 现在因为这个疫情 我们把它延到明年 所以在我们整个 目前我们初估损失 已经达到1200多万 接近1300多万 差一半多 以前是那个日本观光客 还有香港的新加坡 他们有过来 现在我们已经 他们很少过来的 所以我们差不多一半的观光客 都没有过来 各行各业都在咬牙苦撑 台中市政府寄出纾困三件 要帮业者一把 第一件市场摊商租金打八折 战延到9月缴纳 第二件BOTOTROT租金权利金 延缓半年缴纳 第三件商权消费满百送十块 推出了五百万元的一个计划 我们希望推出满消费一百块 我们就送十元的这样的一个 优惠券 然后希望能够带动 五千万的消费额 在我们台中市的商圈 地方政府伸出援手 期待能够协助商家对抗疫情 渡过这场景气寒冬 欢迎新闻红世辰 李嘉宇台中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